今天支點,我們一起知知中意做老襯的怡英皇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9次會議 日前以線上形式舉行 議員周浩鼎發言時異政辭厭 直斥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打擊中國之心不死 跟此英國因應黑暴推出的BNO計劃是可恥之舉 他批評的計劃就是徹頭徹尾一個騙取香港人之金 去救英國經濟的陷阱 不過可惜的是不少怡英皇友當正BNO計劃是沒有 那究竟香港人過去是否真的會變好還是更差呢 根據英國港橋協會一項統計說到 受訪的怡英港人移居前最多是從事金融和保險 信息和傳訊教育行業等等 各個範疇接挺體一成左右 近四成人是中層的管理職位 在香港算是吃好住好 但是移民之後呢? 最多人從事倉庫和運輸業 其次就是科學和科技專業 接著就是酒店、餐飲業、零售批發業 各範疇佔整體一成 重點的是 很多港人需要投入比先前工作技術較低的行業 事關他們的語言不通 欠逢致力認證成為損工的最大障礙 事實證明 大把二英皇友衝去做老襯 甘心幫大英帝國做低級打工仔 遲些可能英國請數界都大把黃友搶著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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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